目的分析的最新数据显示 由于高通胀 一个典型的美国家庭在7月份比一年前多花了202美元来购买同样的商品和服务 比两年前多花了709美元 令人难以忍受的通货膨胀给大多数美国家庭带来了严峻的财务压力 居民被迫为食品和租金等日常必需品支付更多 这个负担不成比例的由低收入的美国人承担 他们已经捉襟见肘的薪税受到价格波动的严重影响 目的首席经济学家马克赞迪表示 通胀将进一步放缓 汽车价格将进一步下降 电价也将下降 住房成本的增长将进一步放缓 最大的担忧是油价的上涨 这需要密切关注 近日伊利诺伊州州长签署法案 令该州成为首个确保儿童能从网红工作中获得报酬的州 法案将于明年7月1日生效 提出法案的伊利诺州民主党籍州参议员科勒表示 社交媒体的兴起给孩子们带来新的获利机会 许多家长却利用这个机会把钱装进自己口袋 同时让他们的孩子继续工作 新法规定在每次观看数至少产生10每分以上收益的影片中 儿童网红应根据出现频率获得一定比率的收入 但影片内容必须在伊利诺伊州创建 儿童出现的时间必须达30% 拍摄期间在30天内 频道主将负责维护孩子的出现频率及时机 并且必须在孩子年满18岁时将总分润存入信托账户 否则孩子可以提速 州长办公室发言人高夫说 孩子应该受到保护 免受那些试图利用孩子的才艺 谋取经济利益的父母侵害 彭博社8月15日引用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 好莱坞电影公司已向罢工编剧提出方案 其中包括在AI使用以及观众数据取得等问题上让步 综合路透与彭博报道 电影电视制作人联盟以同意确保人类被视为编剧 而不是以AI取代 且这些电影公司还将分享流媒体观看时间长短的数据 电影公司提出的其他让步条件还包括 当编剧撰写的节目出现在非原定提供的联播网时 编剧的再次获筹权将增加20%以上 代表好莱坞罢工编剧的工会11日曾表示 已收到片场的方案并将予以考虑 这是持续100多天的罢工取得进展的明显迹象 更多反映国际投资者预期的离岸人民币 对美元汇率跌至去年11月初以来新低 8月14日 离岸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扩大跌幅 日内下跌超300点 并跌破7.29关口 最低至7.2926 在岸市场上 进入夜盘交易时间后的 人民币对美元及其汇率再度跌破7.26关口 下跌超300点 同时美元指数直线走高 14日一度最高升至103.1625 日内上涨超过0.25% 俄罗斯紧急情况部8月15日称 14日晚 俄罗斯南部达吉斯坦共和国首府 马哈齐卡拉公路上 一汽车服务中心发生火灾 引发附近一座加油站爆炸 据俄新社最新报道 该事故已造成35人死亡 105人受伤 死者中包含多名儿童 紧急情况部表示 已派一架飞机前往马哈齐卡拉 把重伤员转运到将近1600公里外的首都莫斯科 塔斯社报道称 260多名消防员动用80件设备 在现场花了超过三个半小时才将大火扑灭 大火蔓延600平方米 达吉斯坦内务部说 八个油罐中有两个发生爆炸 有很大的复燃风险 领导人梅利科夫宣布 8月15日为哀悼日 10分保育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赏 转发 打赏 ? 9分炒 转发 打赏 转发 打赏 转发 打赏 回 转发 打赏 转发 打赏 转发